公共服务署表示 99%的公务员已经完成冠病疫苗接种 当中也有不少正在准备接种追加级 公共服务署答复新传媒英语新闻频道CNA询问时说 当局强烈鼓励那些因为健康问题而无法接种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公务员接种中国科兴疫苗 至于少数符合资格 但是仍未接种冠病疫苗的公务员 当局正在同他们接洽以了解他们的疑虑 并且劝请他们在必要时咨询医生 公共服务署表示 公务员的安全和健康是当局的优先考量 当局会继续提高警惕 确保能够以安全的方式 让公务员回返工作场所办公 人力部前天公布从下个月15号起 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将不能够在凭活动前检测 进入工作场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